各位好,我是奇蹟的Nike 在上一集呢,我們奇蹟躍亭已經跟各位分享了 MK200雲卡中的一些基本的開箱文 這一集呢,我們要做的是三分鐘上手 首先呢,我已經把相關的東西已經裝進去了 包括了攝帶以及電源的部分已經準備好了 紙卡呢,我們放在旁邊 稍等我們就會做一些簡單的操作 既然是上線操作,當然第一步的動作就是上電 我們先把設備插上電源 好,接下來我們來示範MOA雲卡中的初始化設置畫面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畫面底下 MOA雲卡中呢,它有三種語氣 一個是繁體中文,一個簡體中文,以及英文 那這裡呢,我示範繁體中文,選擇下一步 這個畫面呢,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利用後台的一個網頁 或者是使用手機的方式來進行 後端的一個配置連動的動作 我們接下來選擇下一步 那,雲卡中的部分呢,是一個聯網形態的一個設備 所以,它會先問我們是否使用有線網路 那在這個示範中間呢,我使用無線網路來示範 所以我選擇FOR 在選擇的過程中間呢,它會開始進行掃碼的動作 掃描於這個無線網路的部分呢,會先抓到 現在環境底下的無線網路設備 那我們選擇的第一項 打入了密碼,按確定 好,聯網成功 之後呢,設備會告訴我們一組 設備序列號以及綁定碼 就是為了讓我們在系統的後台上進行設備的關聯 接下來我們選擇OK OK之後呢,設備會自動重新開啟一次 並且呢,將網路連接之後 來進行時間的教室 好,這是整個所謂的初始化的過程 當無線網路連接上以後呢 我們的設備就會開始產生第一次的教室 現在已經連接上了 所以設備現在正在教室 就是以你所設定的時區進行第一次的教室 教室完之後 就大家中面跟我們的數位時鐘呢 就會合併在一個畫面上面 就是時間是準確的 這個是目前初始化的狀態 好,接下來呢 我們必須對設備進行一些簡單的一些設置 那這個動作呢 我們可以在電腦端 或者是在手機端上面都可以操作 那一下我示範呢 是從電腦端的網頁來進行操作 首先我們打開網頁 打入帳號以及密碼 開啟設備管理 給設備一個名稱 打入序號以及認證碼 然後按確定以後 這個時候機器就已經灌聯完成了 接下來我示範增加一個員工 員工代碼818 名字是9M 完成,確定 也已經新增完成了 接下來我把剛剛新增的員工 派送到設備上面 整個過程非常非常的簡單 好 設定完成之後呢 所有的數據會通過雲端的部分 對我們的設備進行的 直接的設定 那也就是說 如果您在那邊增加了一個 新的人員的時候呢 無論設備在哪裡 它都會自動同步 不需要你人員來進行操作 那我來示範一下如何進行它的卡片製作 首先我們拿一張卡片出來 這是單純的卡片 在我們的 我們布的裡面呢 除了一包100張的紙之外 另外呢 就是還有一支專用的筆 那接下來我來示範操作一下 我們必須在這個卡上面 寫上它應該有的姓名 以及畫上它應該有的一個 這個它卡片的對應標號 記住一定要MOA專用的筆 這個跟識別的效果是有關係的 剛才呢 我們已經把卡片呢 進行了一個繪製的動作 繪完之後 這張卡片就專屬於818號9M的 下面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擁有MK200的專利的部分 也就是說 透過這個專利的部分 我們可以識別這張卡片的卡號 接下來我們實際來進行一次操作 我先選擇了9M的班次 日班 日班 把卡片放進去 進行打卡 OK 打完卡之後呢 成功早安 OK 聽到它跟你問早安了 系統的設定會依照你的時間 自動判斷現在的時間段 是早安、午安、晚上辛苦了等等 或者是你遲到了、早退了 或者是你今天、現在是不可以打卡的 也都在它的時間範圍內 打完卡以後呢 後台的部分會把資料記錄下來 同時 我們也可以很快的 在手機端上來看到實際上的操作結果 我們來實際看操作的結果 我們點到這個員工的 實際上 9M員工的考驗紀錄 在這考驗紀錄上面呢 有一筆打卡紀錄 7點58分 7點58分 就是剛剛 我們 這個9M他做的上班時間 那也就是透過這個打卡的時間呢 不管在紙卡上面 以及在我們的設備上面呢 都可以完整的被紀錄下來 即便紙卡掉了都沒有關係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示範一鍵導出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實際操作一次 由於 3分鐘的快速上手呢 是沒有辦法把這個 所有的人員紀錄啊 形成一個長期的紀錄 來做 一鍵的爆表轉出的一個實際呈現效果 所以這一段呢 我就利用了我們公司的帳號 來實際呈現出 如何能夠把完整的數據量 形成了一個考慮統計爆表 OK 各位應該很明確的可以看得到 一鍵爆表轉出之後的結果 他可以把 一家公司裡面 包括了遲到 早退 因出行多少 時出行多少 這樣的方式完整的呈現出來 當然從前也包括了所謂的加班上班 加班下班 產生的加班時數 以及 如果因為勤務特殊 需要外出返回 而得到的勤務時段 也都在我們這個設備上 完整的可以做一個明確的爆表呈現 那我們都可以清楚知道 一個公司 尤其是 譬如說製造業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工廠端 他們很需要三班輪班的一個部分 包含了跨業 而且在雲卡中的部分 對於跨業的表現也是非常的棒 我們自動的 防呆的 幫你們做了跨業中間的一些 可能的一些錯誤的一種結果 也就是說 當你今天形成的跨業班次的時候 所有的計算都會以跨業班次的方式來進行計算 那這樣的方式對於 包含會計人員以及所有的同仁在自己 所謂的初缺程的狀態得知 以及計算的結果的部分 都會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以上就是今天 三分鐘快速上手的部分 如果你還有需要了解的部分 裡面會有一系列的方式 來介紹更深入的一些操作方式 以上就是今天的 三分鐘快速上手 謝謝你 我是奇蹟Nike 吧 我現在的人 也沒打指令